音乐 我大概啊 听到音乐 听到人唱的声音 是大概在13岁 我当时听的是国语歌先听 还有闽南歌 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东西 然后慢慢就喜欢了 很自然就喜欢 那个时候台北电台在举办自由唱 歌唱比赛 反正有声音的地方我就去 那唱唱唱 自己喜欢 应该也有一点天分吧 然后很自然的就 踏进歌单 这一进去就出不来 这一生 这一方面没有人写 也没有人留 只是在嘴巴讲 再过一段时间 都不知道 由来 有些年纪大的会讲 还会很自然的讲出来 那些年轻的都不会讲 说了他们也不懂 中国国港建厦 也讨厌 你去讨厌 这里是三个月份 给你试 完全是不一样 噢 吃鬼 来水鬼 来水鬼 那个音 他的 很特别 很特别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 以后在书本里面看也没有用 所以我就留下記錄 因為當時三月份看到這個東西的是 新聞局副局長是你的叫洪瓊娟 他看了很高興 我幫你申請八百萬 我這是三月份申請 十月中這個准下來了 他十拿了兩百二大概 兩百二公信息就拿兩百多 他負責編曲 負責去日本做魂音 還有樂團 樂團的錢他也負責 結果十二月底就要交捲 政府的規定 年底一定要交 看到東西 只有兩個來月要錄三十首的音 配唱和聲再做魂音 一定不夠 十二月底交捲 交上去了 拿三千張 我怎麼聽就覺得 就不夠滿意 時間太短 修補的根本都來不及 所以我就停下來沒有出版 後來就慢慢的補補貼貼 錄音室 花很多時間 補補貼貼 還是不喜歡 還是不夠 那只有 只有 只有 我這個專輯寫這個東西 也不得已 不推出也不行 其實它還有後面的 因為推出 你有收入 再往後的作品才能再繼續 我是覺得正人正人 整個夏涼 真的好的 你聽幾首就覺得值得 尤其那首銀詩特別好 銀詩 銀詩是翁清熙先編的 他是編曲的 他這首編得非常好 因為這種東西 它是沒有節奏感的 一般來講的話 不能有節奏 很自由的銀出來 銀唱出來 那你說沒有嗎 他又很規矩的 規律的 就是有節奏 但是 不能有明顯的節奏 銀詩這種東西 應該是算千年以上的 以前 就是在念 在念書的時候 很自然 邊唸啊 邊唸啊 這樣子慢慢的 以前是比較平淡的 那我那個音 把它調整一下 比較 比較拉力比較高低 又把它拉開 有聽眾聽一聽 有朋友聽一聽 啊呦 你如果寫到那裡 那裡擠到那裡 擠到那裡擠到那裡 寫到那裡擠到那裡 每逛你就知道 每一個角落 你都有顧慮到 其實還不夠 例如 一個 我們說南投 南投 各地方 小地方 都有一個名字 幾百個名字 其實台灣也都這樣 山頂山腳 靠頂靠腳 其實此處都在隔壁 它就有另外一個地名 那您出生的地方 中和和永和 他們的地名是怎樣 喔 中永和 中和是以前叫張和 張州的張和 永和是 英和 為什麼以前 那個 那個 竹林路 以前 永和都是竹啊 種竹啊 或是菜園 一些沼澤 一條小 小 小溝 小溝 小水溝 那就因為以前的故事啊 永和的 名字的來源 就是以前 前人啊 剛 剛到台灣 佔地盤 轉租泉州是最早期來台灣的 一虎二六三萬港 泉州來到台灣 就是在萬華 然後 晚期 好賺錢啊 台灣錢 應該比較薄 然後 張州 晚一點來 它就在 大樓 有著大樓 在分散 客家 同胞 更晚來 哇 地盤站不到 就到桃竹鳥 鳥不生蛋的地方 這個故事是這樣 那永和呢 是 是 住在永和中 有的一帶的 將地盤 小拔 晚家 那地方人士呢 出來談和 希望你們 以後啊 永遠和好 叫永和 有的一帶的 音樂的東西 只要好 不管幾百年 幾千年 它的音樂還在 而且 會被改變 更強調 會更好 所以年輕人 拜託你們 好的歌 改變不了 尤其這塊土地的歌 只要在台灣 好的歌 大家要互相鼓勵 千萬不要說 哦 LKK 老康康 不對的 越好的 越經典的 永遠都存在 在這塊土地 為了 都要不永遠 為了 開革 小拔 成本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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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